足足等了12年, 豐田小型MPB Sienta 終於推出了第二代 而且還首度引進行貨到說, 對Sienta 粉絲來說就更有保障 新車改頭換面得相當徹底, 由之前圓潤坦外造型, 變成今天的前衛科玩 的確是增加了不僅是年輕人格味 最重要的是, 只是長4.2米的車, 空間感居然像玩魔術一樣 親人同坐也不會有局促感 除了車長和車高稍微增加之外, 車廂座椅佈局也經過重新編排 不僅中排乘客坐得舒適, 就連小車第三排必定好委屈的定律也打破了 就算兩位建石的男士同坐, 也不會被迫身接身那麼尷尬 駕駛艙邊向流線的造型, 亦出現一股年輕的換味 總共18處杯架及儲物位, 連第三排乘客也沒有忽略, 相當窩心 雖然沒有印進在日本售賣的混能型號 但這部配備1,500cc 引停的版本, 表現亦比想像中好 雖然以180cc 的OPP 來看, 難以期望有什麼爆炸加速力 但實施時, 坐滿七個人, 在起步或加速時, 亦算有心有力 作為平穩由順為主的家庭車來說, 也算是很足夠 難得的是操控性有驚喜 在殺制或入彎時, 亦不會因為坐滿人有太大的分野 一切亦以穩定及安全性為取向 而車款及靈活實用性來說, 不足24萬的車價是有不錯的吸引力 另一稍嫌的是隔音不足夠, 引擎高轉時的升浪會較為明顯 另外, 布織椅及武天槍, 可能亦是其他車主考慮因素之一 x5 x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